因為叫一日遊哥就知道 他在那邊休息等我們下去 他要從那邊要載我們回新竹 所以讓他多跑這一趟會太勞累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宜蘭這邊接駁 那現在我們是因為是二日的 所以我們這邊下去我們到宜蘭休息 所以實際大哥公司上就會超過了 而且今年你看 其實路上沒什麼車有沒有發現 不是因為沒人要來 就是我想的 因為你沒有有管制 你沒有申請到這個交通證 基本上你上來沒有用 沒辦法進去 那剛剛大家有去到這個茶園步道 茶園那個步道的櫻花林嗎 有 那我剛剛早上有跟各位介紹過 目前古林農場 他大概規劃了十個 十個這個賞音地點 那因為我們中午在這邊用餐 所以我們停在這邊距離最近 開的最好的就是在這個 我們講的茶莊這邊對面 那其實現在這個時候 然後是整個武林 應該說至少九成了 開了九成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櫻花 其實都開得很漂亮 很漂亮 那各位有沒有去看那個櫻花溝文歸 的那個富裕中心 沒有開 沒有開 啊?今天休息啊? 真的喔? 就看他那個魚的那個 養子 對外面 對外面 對對對 那櫻花郭文歸 其實 這裡面就是 這裡面我們講的 武林農場 他就是流經在這個七家灣溪 七家灣溪的這個水質 就是從山上雪山 雪山這邊下來的 所以非常的乾淨 而且他要夠冷 夠冷的那個水質 那像這個我們之所以他叫做國寶魚 而且是只有在這邊有 之前曾經 把這個魚拿到其他地方去放養 但是很奇怪 他就是沒有辦法存活下來 所以才會造成這個 每次我們帶客人上來 兩個東西必看的 那像這種櫻花季 我們就是帶客人來看櫻花 然後不然就是去看畫 看那個櫻花溝文歸 那如果各位之後有空 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安排在武林農場這邊 注意往 那這邊因為 海拔剛剛說了 有1700到2200的高度 所以這邊晚上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完全沒有光派 這個 他這邊比較新空 這叫銀河 看天上那個銀河 非常的漂亮 那夏季的話 很多人來這邊避暑 像現在武林農場 其實在官網上面 他們也有推這個 所謂的long stay long stay 五天四夜 五天四夜 我記得在官網上面 就是幾千塊而已 很便宜 那就是推這個所謂的 熱火 熱火休閒 long stay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其實在山上 這邊空氣真的很好 那當然這幾天 這個季節是因為 這個櫻花季的關係 所以比較多人上來 車輛也比較多 那如果是一般時候的話 其實上來這邊 住個四五天 其實 呼吸呼吸這邊的分多金 其實是很舒服 很舒服 我個人也蠻喜歡 上來的 像之前有時候 帶客人上來這邊住 然後就是 不是櫻花季的時候 其實整個 蠻悠閒的 蠻熱火的 因為我看到好像 大家剛吃飽午餐 想要休息了 那先不打擾各位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睡個午覺 好 那等一下我們到這個 南山 休息站的時候 再上來教各位 好 好 謝謝 既然 可以了,很好拍啊 拍到出口了 記得到這邊蠻漂亮的 剛剛那邊已經出口了 可以了 因為剛剛那邊回去了 剛剛可以看得到 不然那個時候,他媽說,弄掉了